您有注意過紅綠燈號制的顏色順序嗎? 在高雄就有眼見的網友發現 大寮的81期重畫區 綠色燈號放在最左邊根本就裝反了 如果有些色弱或是色盲的行人 只能靠亮燈位置來判斷紅綠燈的話 可能就會因此誤判 對此高雄市交通局回應 驗收過程中有發現缺失 已經緊急的調整修正 紅燈停綠燈行遵守到的號制 才不會發生危險 不過日前就有高雄民眾 在大寮81期重畫區看到這個紅綠燈 似乎哪邊怪怪的 沒有耶 我不會在意這個耶 它綠燈在左邊嗎? 位置是不是不太對 拍攝的民眾說以為到了日本 連個號制燈都能裝反 不知道是工程好做還是驗收隨便 因為依照交通號制的設置規定 有統一的規格 從左到右依序得設紅燈 黃燈 綠燈 但高雄這支裝反的號制最左邊變成綠燈 反而變成日本規格 更重要的是有些色弱或色盲的行人 只能靠亮燈位置判斷 如果紅綠燈反過來就有可能會誤判 如果是小朋友認為說 如果在學校的話 那個老師說 啊 我們紅綠燈要過馬路 你要看哪一個 覺得是左邊他右邊 他會有一點 因為他整個工程下目前是在出驗的程序 在驗收的過程有發現這項 就是號制順序裝反的這個部分 高雄市府表示已經緊急在22號修正完畢 目前這支日本紅綠燈已經不存在 記者最后報道